首演 什麼首演呢 剛剛我們所看的是我們的傳說對不對 然後現在要演出的是用我們的布偶下去做演戲 這是我們今年2017年的一個創新的一個表演節目 這個偶戲呢是由我們的希拉雅文化是我們的吉布嫂的一個館會課程 今年呢我們的部落還有我們的甜甜兒童劇團來合作 配出了一個最新的偶戲叫做阿瑪莉的兒子的大家弄 這個故事是在講些什麼呢 主要是在講到我們的部落我們的部落的奇老就是我們段老師嘛 他這樣子又能寫然後又能編劇非常非常厲害 他的第二本的繪本故事叫做阿瑪莉的兒子的大家弄 他們就是透過我們人偶的方式來做一個成片 然後我們故事呢透過我們的不偶的方式呢來做成片 故事在講什麼呢我們來做一個前提預告 就是呢這個阿瑪莉是我們他人所稱的提供 對阿瑪莉的兒子 見希拉雅人來見大家都的故事 這個故事的大意就是說我們希拉雅的祖先非常非常的這個存福 然後對於我們的金錢沒有什麼概念也沒有所謂的買賣 還有我們的經濟的一個保險的一個概念齁 所以說呢就會到了我們清朝的時候呢 來了漢人然後你看到連登界部落的人會很高興喔 看你這樣好像是半片半片然後半片 這樣把他灌掉齁 然後把我們這個呃 大家弄的這個錢這樣全部都把它片光光了齁 那到底呢這個大家弄的錢要如何把它再找回來呢 然後故事又有什麼樣的精采的一個發展呢 我們今天就透過我們這樣的一個偶戲齁來做一個呈現 然後這個偶戲呢在我們大概幾個月前就開始來做準備 然後最值得來講就是說我們今天的偶戲 左邊的這個偶戲是我們段老師的女兒齁齁 就是我們直接耍的校友我們段姬語來負責來做設計齁 突然有我們的兒童祭團的團長我們的林姊姚老師呢 從組一下就開始來教導我們的小朋友 比如說來走位 比如說來講台詞齁齁 那另外呢在我們的演出裡面呢 你會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一個劇情的一個變化 還有我們的走位的方式 還有我們的口白的一個演出齁 到底是多麼精采呢 我們就來拭目禮拜 這是我們的族輩手部落我們的大小朋友 在2017年集結起來所做的一個精采的一個演出 今天是在我們的業績裡面來做首演 我們是不是用我們的熱情的掌聲 來歡迎一下 來期待一下 我們的旗輩手部落的朋友 為我們帶來的2017年的偶戲的演出 來 我們的報警 我們來聊天 我們會測試 所以我們可以在在這裡 我們可以聊天